听说跑男新一季马上又要开始录制了 那这一季我的目标也非常的简单 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就是逆袭成功 不知道这一季我会不会又多出几个奇幻的身份呢 不知道我在狡辩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谈录真心的时候 大部分我都是在谈录真心 我的跑男团的兄弟们会不会选择相信我呢 所以那快开始录制吧 终于官宣周深确认加盟奔跑吧第十一季 粉丝期待直拉满 在周深官宣加盟奔跑吧第十一季之后 很多粉丝表示自己的快乐源泉又回来了 粉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欢心鼓舞 而路人的态度也比较正面 大家不会用不务正业这个词语来形容周深 因为周深在参与综艺的同时 歌曲的产出一直没有落下 周深的头脑很清醒 他知道歌手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一定要铲除优质的作品 至于参与综艺节目 不过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剂 在奢向几年 我们领悦了民族文化的魅力价值 懂得了音乐的 我的价格你说高 对你有什么 时间请过 朋友们 没有人在我的PGM里打败我 你要愿意去走进一个人的心 其实是很冒险的一个事情 但是来到跑南我发现 开心这里的情意 愿意让你勇敢地去做一件冒事情 周深之所以选择参与奔跑吧 这种热度很高的综艺 应该是想要提高自己的曝光度 有些粉丝是通过歌曲认识周深 也有些粉丝是通过节目邂逅周深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粉丝 周深都很欢迎 其实在很久之前 就听到周深要参与奔跑吧 第十一季的传言 之所以没有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 是因为我始终坚持一件事 那就是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 我不希望让周深的粉丝失望 在我看来 传递准确的消息 要比截取虚无缥缈的流量重要太多 相信周深肯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旅程 来看看这个可爱的神神子吧 先来个柳昌十连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再来个方言本机设计机 广东娃 打咬黑 早用爱哭牛车 可以吗 相台话 当游戏就用爱哭牛车 河南话 打游戏都用爱哭牛车 是吗 像吗 你竟然笑了 困难的朋友们对不起 富浪华 前方高能 打游戏 千万元 你有七 你别笑 2023年微博之夜即将到来 周深官宣参加微博之夜 或将会给观众带来歌曲 同时也作为年度向上时刻见证者 回顾年度社会向上事件 谦逊努力的周深 时刻保持对舞台的热爱和敬畏 脚踏实地的前行 给观众带来无限惊喜与正能量 在她的歌声中能够品味平凡人的普通生活 在她温暖治愈的歌声里相遇 不管是家长里短还是家国情怀 总能够在她的歌里找到共鸣 被誉为狼魔的周深 去年凭借50首歌曲 414次上榜保持了有你多项记录 花开忘忧 光子片 my only 于晴 四首歌曲 拿下有你榜年度十大歌曲 更有五首歌曲 冲进年度十大电影ost 近期 花开忘忧获得了微博年度人气音乐 常驻综艺时光音乐会2 获得年度人气综艺 花开忘忧这首歌 频频打破乐坛记录 以十次歌曲夺冠次数 成为有你榜夺冠次数最多歌曲 在QQ音乐 MV排行榜上 更是夺得了全球榜和内地榜的榜首 新歌 《灵牙之旅》也是热度一路飙升 在QQ音乐上的播放量 短短时间就超过了100万次 不仅引起了CCTV6 电影频道等媒体的关注 还征服了广大听友 在酷我音乐新歌榜 飙升榜 君位列第一 他对音乐好像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 用音乐表达着自己 输出自己 更有歌唱分析融合着这个世界 当你忧伤时 听他的歌就会觉得舒心 像网友所说的 他的歌声中有光 光亮但不刺眼 却会让你感动到痛哭流涕 或许有些歌 你听一遍两遍没有很喜欢 但过几天 你的脑海会自动地想起这首歌的旋律 突然就听上头了 看过周深的舞台的人 或许知道舞台的精彩程度 他的舞台风格百变 能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惊喜 每一首歌都能被他演唱出不同的风格 演唱界的实力唱将 唱歌动听又富有感情 他的嗓音开口便能直击人心灵深处 这就是我眼中的实力派 很可惜还没有机会听到他的现场 2023年3月25号 也就是本周六下午2点半开始 期待周深在微博之夜的表现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周深 宋伟老师好 终于吧 你等过来了 不要这样 我压力好大 终于等到你 我没有cue你唱 我就开始唱了 作为歌手随口 其实还是要唱一下的 因为今天是周五 郑州的周五 下半高峰还是非常堵的 也让你见识了一下 我们大郑州的大都市的一面 对对对 周深是刚刚下飞机 连行李都没有拿 直接是来到直播室 所以谢谢你对我们1079的支持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大家好 我是周深 终于到了 是第几次来郑州 我是第二次来 第一次也是因为一个通告 然后来的 对郑州有什么印象吗 我特别不巧的 就是每次来郑州都特别的冷 特别的干 都是冬天 对 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大玉米建筑 你旁边又是大玉米 看到了吗 我目前被一堵墙挡住 待会给你看一眼 我看到了 从这 是吧 对吧 很漂亮 对 特别有那个标志性 你唱歌的时候呢 跟我今天见到你是不一样的感觉 是吗 你唱歌的时候是那种很深情 然后又很鲜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更像是窃女幽魂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我看到你本人跟你聊天之后 我发现你很调皮呀 我是一个阳光的小男孩啊 你小时候是什么性格 我小时候 跟我现在性格比较像 就是特别的开朗 特别的活泼 然后会比较大大咧咧一点 但是就是因为 我可能是因为自己声音的缘故嘛 所以我是在可能就是 初中和高中的那段时间 会比较封闭一点点 所以相对来说会特别的腼腆 不爱跟人说话 其实很多男生在有一段时期 都是比较腼腆 就是家里来客人了 或者是跟同 不想打招呼 尤其是就是 就过年的时候 妈妈就会说 来就是给人家唱首歌 哇 那个叫尴尬 我是妈妈 然后呢我就会经常 Q我儿子 然后说可以放过他吗 好我知道了 这个很尴尬 那你现在长大之后 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 就性格跟之前还是一样的 其实变化特别特别大 我是因为你现在看到我是非常开朗的我 对 但是我是在参加那个比赛之前 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内向的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坐在一个角落 如果没有人跟我说话 我是绝对不会开口说话的那个人 对 但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 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文艺气息爆棚的男人 对对 就会可能跟我的声音会更符合一点点 反正现在就会反差比较大一点吧 跟我的声音会更符合一点点